教室里在讲师的引导之下 新住民用着深色的中文 介绍自己家族的故事 为了让新住民能够快速地 融入台湾的社会 淡水金山两个护震事务所 也特地在淡水开办了 新住民生活适应辅导班 而今天下午的课程 也特地邀请到了 新闻局的主秘页园之 来对新住民们 分享台湾的网路及媒体生态 所以这个新闻 我跟大家讲 我们一般来讲 台湾的新闻 可以简单分成两种 出现的方法 一种是自然而然的 一种是有人去操作 有人去做一件事情 没一台报 有一种是自然而然的 课程 这个课程其实就是在提升 我们在台一些 外籍配偶他们在台湾 生活适应能力 能够让他们能够顺利融入 我们台湾的生活环境 去避免因为他们适应不良 来衍生一些社会的问题 从各式各样的新闻 乡图局的置入性行销 一路讲到台湾网路及新闻的 生态 一个下午的课程 希望能够让新住民们 更加了解台湾的新闻 跟网路到底该如何解读 护证事务所表示 系列课程五花八门 从台湾民族竞技 社福支援 一直到居留规划国籍的辅导 希望借由短短36小时的课程 让新住民更快的融入 台湾的家庭与社会 我们这次的课程非常的多元 那当然包括一些 比如说我们新住民来我们这边到台湾 大概就是了解一下我们当地的风俗跟禁忌 那我们对于人身安全 居家安全又有介绍 那还有就是说对亲职的教育 那还有有关新住民 他们非常急于了解的 就是有关居留跟定居的权益 那最后就是说有关就业方面 有关面谈的技巧 我们也都会来在这个课程上 一一地告诉原住民 我认为大家就是可以找一个时间 然后来这边 各位老师也是人很好 也是教育大家就是多了解一下 就是我们这边的生活习惯 然后用家里的就是 供佛啊老公小孩啊 就是要怎么样一个完美的家庭啦 除了丰富的课程之外 教师寇方还特地摆设了儿童游戏区 并有志工来帮忙照顾小朋友 贴心的服务也让新住民朋友相当肯定 而胡正事务所为表示 会定期开办这样的课程 也希望有需要的新住民 能够多多来报名 这陈博伟淡水采访博导